中秋节脚步接近苗栗市幼安教养院 每年的月饼礼盒的销售收入 占了烘焙方总收入的五成 但今年受到疫情冲击 订单锐减 院方不气馁 照例举行身心障碍者月饼成果发表 即宣导会 邀请到了苗栗县长徐耀昌等人 一同来推广公益月饼 并且DIY制作 县长徐耀昌 议长总统警 以及民众党 苗栗县党部组委冯启燕等人 与幼安院生 一堂制作月饼 幼安院长林琴妹指出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往年预定月饼礼盒的企业 大多没有续定 或是减少数量 而许多场所暂停营业 原本靠打零工为生的社区 弱势家庭也十分辛苦 甚至连温饱都有困难 即便大环境欠佳 幼安还是期望能透过爱心月饼传情 只要就是让孩子们有工作机会 那也把你们温暖的 购买月饼的那个情 把它转送到我们社区里面 很多需要被帮忙的生长者 那今天的一个记者会 真的要感恩所有在座的好朋友 因为有你们 让幼安的孩子有自信 因为有你们 把你们的爱 用幼安的双手 再传播出去 我想这就是幼安很重要的 我相信只要有爱 我们的空间 还有我们的幼安的发展 其实可以做得更完整 从政以来便看着幼安教养院 一路发展资金的县长需要昌 赞许幼安任腻即腻 任机即机的精神 不但从县府做起 认购月饼礼盒 更号召各界踊跃支持 幼安真的是非常基优的一个政府机构 那么我们教育处 帮他认养了一千盒 后来他说 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那我就打电话给社会处 我说你们要帮忙 你是夜管单位 数劳目书顶 那医长特别交代 我就要他 就加 就他那个医长加我说加码 那我就加码 那社会处也加个五百 太好了 现在这五个部分就一千五 那另外企业赞助 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目前包括苗栗县政府 认购一千五百份 爱新企业一千份 民众党六百份 苗栗县议会一百份 共计三千两百份 距离目标六千份 海差两千八百份 幼安也参加优先采购 网络资讯平台 欢迎公司部门及社会大众 多多响应 以行动支持 伸张者致时其力的成果